有成千上萬一大堆的禁字 我真的很想問 你們百度AI又學到什麼呢? 給我一條懶惰嗎? 抱歉 你們連懶惰這個字都學不到 你們這麼多位的中國人要知道 在中國裏面 沒有東西可以超出共產黨的控制 如果真的有的話 中共就一定會用盡千方百計 去限制你一個百度的AI 大家好 相信大家都知道 自從OpenAI成功研發了GPT之後 最近中國的百度也成功研發了一個最新的AI 它叫做民心一言 嘩 真是伏到雙色貴地七個一皮 而近日這個中國百度的AI 也陸陸續續開放給中國網民體驗 讓大家可以見識一下 究竟中國AI的威力是怎樣的 但是不用油脂肯 一用就竟然 竟然有很多中國網民都不斷批評這個中國百度的AI 又說它垃圾、沒用、人工智障 而且更加有些中國網民做了MEME 諷刺說到 如果這個是OpenAI的GTP的話 那這個就是我們中國百度的AI 收皮吧 哈哈哈哈哈哈 今天就跟大家簡單地說一下 究竟這件事的來龍是怎樣的呢? 當中那群中國網民 為什麼他們用完百度AI之後會這麼生氣呢? 還有最後 我弟弟也想就著這件事去分享一下 我對GPT和百度AI的一些看法 在這條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給我like、share、comment、subscribe我的頻道 又或者我加入我的本頻道支持我 如果你想再說多點 亦不妨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 又或者IG 事不宜遲 我們現在馬上開始 在今年3月16日 中國百度發佈了最新的AI 它叫做文心152 YES! 太好了! 而在發佈期間 各位百度CEO也即場展示 一個百度AI 在文學創作 商業文案創作 數學推理 以及中文理解 單單這幾個方面的能力 但是最搞笑的是 剛才所提及的那些展示內容 都是預先錄製影片 然後在現場播出 大哥啊! 按你這樣說的話 我就說自己有超能力了 聽不信? 學習吧! 金晶火眼了! 你見過了嗎? 平時我不展示出來 你不要以為我沒了才行 忍真我都會 你不要眨眼看清楚 3、2、1 我忍! 是不是看不到我呢? 都說過了 難道弟弟我學過如來神掌 都要告訴你嗎? 唯有說真的隔空掌蜜 平時弟弟我打飛機拿紙巾的時候 都是這樣 所以你們百度的那位CEO 弄完這些預先錄製影片 又有了容 我發了工就變副麻將出來就行 到最後 終於可以見真章了 就是這個百度AI 就陸陸續續開放給中國網民開始使用 而當那群中國網民用完之後 就真的火都來了 有些中國網民就批評說到 我們百度的AI 和別人美國佬的GPT的差距 是非一般那麼大 今天使用了百度的AI 真的差到混蛋了 等等一大堆的負面批評 都是這幾天充積住在微博 甚至是抖音或小熊書 到底為何有這麼多中國網民 都不買這個百度AI 事不宜遲 就等我給大家見識一下 究竟這個百度AI 怎麼令到這麼多中國網民都這麼生氣 首先有一位中國網民就問 雷軍的爸爸有四個兒子 大兒子叫大雷 二兒子叫二雷 三兒子叫三雷 四兒子叫什麼名字 而百度AI居然說 四兒子叫四雷 OK 這個發明都挺強的 不錯 之後就是父親和母親能夠結婚 然後百度AI就說 父親和母親是不能夠結婚 因為他們的基因組合可能導致遺傳臂和先天倔含 到之後 就叫他幫忙畫一副五指棋 但是那副五指棋就... 幫他畫一副跳棋 然後畫一副中國象棋 就更加是... 極度神奇 我真的看都沒看過 接著有網民就說 要一張牛奶貓的漫畫 百度AI就畫到一個牛 再加一張豹外貓的異形物體 幫我畫一個煎餅果子 然後裡面真的有煎餅和水果 畫一個山東煎餅 百度AI就畫了一個 後面有一座山 然後前面有一個煎餅 畫一隻北京烤鴨 就畫了一個相信是在北京骨 一個人形的烤鴨 畫一盆烤鴨 然後就真的做了一盆烤鴨 但是那隻鴨就有一點奇怪 畫一盆辣子雞 然後就真的有一隻雞 還沒熟 還有上面灑了辣椒在這裡 幫我畫一盒雞塊 但是那隻雞塊 怎麼搞的 做了什麼 大哥 那隻雞塊真的會不會太有趣 畫一幅車水馬龍圖 然後百度AI就畫了一個有水 然後有一隻馬的物體 之後這位網民再叫他再畫一次 然後他就畫了一架車 上面有一條龍 然後有中國網民叫百度AI畫一個蘋果電話 然後就畫了一個真的有蘋果的電話 畫一艘宇宙飛船 然後霧著紅紅烈火飛向地球 之後百度AI就畫了一隻紅 有一個紅的飛船 然後後面又有一個地球 整件事大概就是這樣 第一件事上 我在網上發現有很多中國網民 都拿了GPT和百度AI做一個比較 的確從不同方面大家都可以看到 GPT是更勝一籌的 是比百度AI更成數 更能夠解答到大家所問的問題 但是很老實說一句 其實在GPT開發的初期 都有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錯誤 所以我覺得 就目前為止 百度AI出現了這麼多問題 我自己是認為可以接受的 那麼接著我將會就著一件事 分享一下我的個人看法 就等我告訴大家 究竟當中有什麼問題 首先大家就說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發現 其實這件事整個過程都是很中國的 真的怎樣 大家試想一下 自從OpenAI推出了GPT之後 在幾個月之後 中國的百度 突然宣佈要推出一個類似GPT的AI 然後在近日更加發佈了出來 表面上看 其實這個百度AI跟GPT都很相似 但是在效能方面 總是差了一點 所以整個過程感覺就好像... 是啊 不是就是山寨了 那倒是嘛 如果你們有料的一早就做出來了 那為何等到GDP被研發出來 然後你又看到有市場需求 那你才研發百度AI出來 現在的情況就好像是Apple出了一部電話 是很受歡迎的 很多人買的 而過了幾個月之後 小米又出了一部電話 跟這一部好事的 差不多大小的 然後又賣給別人 是一樣的 什麼市場需求? 抄你就抄了這麼多話說 你懶得又有型啊 這次的 收皮吧 怎樣說呢? 老實說 你說現在的百度AI 與其你說它是人工智能 倒不如你說它只不過是一個強化版的百度 那又是怎樣? 不就是百度 那倒是嘛 你要知道這些AI 是需要透過百段學習 來完善他們的系統 而在你們中國裏 有千上萬一大堆的禁字 那我真的很想問 你們百度AI又學到什麼呢? 給我一條狠嗎? Sorry 你連狠這個字都學不到 你們這麼多位的中國人要知道 在中國裏面 沒有東西可以超出共產黨的控制 如果真的有的話 那中共就一定會用盡千方百計 去限制你一個百度的AI 所以正正因為各種的限制 即使我當你百度AI 真的可以發展成GPT 但是很遺憾的就是 你都不能夠像GPT那樣 將它的功能充分發揮出來 答個問題 都要左臂右臂 又不會用這隻字 又不會用那隻字 所以這個百度AI 你收平吧 最後第三 從這個AI大戰 其實大家都不難發現 大哥 高下立件 最搞笑的是 有一群小粉紅 經常說中國科技很強大 很先進 可以一部電話 走天涯 可以聲控家電 廣具收皮 然後就關燈 但是自從GPT這個AI推出之後 走開啦 再加上 即使GPT在開發的初期 也確實有很多很多問題 但是 人家最起碼的邏輯 他的答題方法 資料搜集的方式 都明顯比你們一個百度AI 勁很多倍 所以單單從AI研發一方面 大家就已經知道 中國的科技水平究竟有什麼好處 那麼最後 在這件事上 雖然八度AI推出了一個功能 讓很多中國網民 都可以體驗一下 即究竟GPT的功能是怎樣 但是令我最擔心的就是 即長遠來說 如果一個百度AI 真的越來越完善 成熟 那麼中共又會不會利用一個百度AI 來監控你們 又或者是不斷向你們中國人洗腦呢 好啦 不知道大家對這件事還是怎樣呢 有興趣的觀眾 也不妨在下面給大家分享啦 那麼我想多一句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按LIKE, SHARE, AND SHARE, AND SHARE, AND SHARE SUSCRIBE, JAN 還有按鈴鐺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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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收睇 拜拜 按鈴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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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